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就是要學這個分身怎麼用 所以我們就來做這個程式 所以等一下我要做一個程式 就是氣球在這邊下面隨機出現 那出現之後它的分身就往上飄 飄到世界的鏡頭之後就要消失 所以我們先把貓刪掉 刪掉之後找一顆氣球進來 找一顆氣球 我稍微把它縮小一下 然後這個區域 你先把氣球移到下面 然後點兩下之後 它的那個坐標就會出現在這邊 所以這個Y大概在-172左右 那你要如果要好看一點 180也沒關係 然後把它挪出來 這個是它現在的位置 然後呢它如果要出現在下面這邊的話 是不是它的高度就是在-180的地方 但是它的坐標 它的X坐標就不一定了對不對 它如果是正的就會出現在這邊 如果是負的就會出現在這邊 對 隨機沒錯 所以我如果用一個 運算裡面的隨機的一個數 我把它丟進來X的地方 那它就會在這些這個區域裡面去隨機的出現 那X的範圍呢最左邊 記得嗎 -240對不對 如果你會忘記的話 這邊舞台呢它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背景可以用 我們把那個舞台叫出來 選擇背景這邊 最後一個 這個就是它的坐標軸 它的坐標軸 一定要 好 你就知道這個步驟沒有一定要 但是這個步驟你可以知道它的範圍 所以X是在-240到240之間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它的層次裡面 好 氣球的層次這個就要從-240到正的240 好 所以我現在讓它隨機產生 所以當綠琴被點一下的時候 我就讓這個氣球移到這個地方 好 然後呢 可能等待一點點時間 那這個時間為了 為了讓它是隨機的 所以我們也讓它做一個隨機的亂數 好 那從0秒到 比如說到3秒 這樣會有點久對不對 0秒到2秒 好 等待一個時間之後 然後 對 外觀一開始要隱藏 然後等待這個時間之後 在這個地方就顯示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只有一次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要重複的話 就要用重複把它包起來 就讓它一直做這件事 好 一直做這件事 好 那你看喔 當我按綠琴之後 那個球呢可能在0到2秒之內會產生 有沒有 會出現 跳來跳去 在這個地方跳來跳去 還沒 還沒 還沒往上跳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你先必須讓你的球可以在下方隨機的出現 那等一下呢 如果可以隨機出現之後 我們就會利用 產生分身的功能 去產生分身 然後讓分身往上 好 來這個地方 來各位同學先做一下練習 好 那麼我們剛剛說它會出現之後 我們就讓它呢 產生分身 那在這個之前 有一個地方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這個隨機乱數 它如果是0到2 如果你這裡面都是整數的話 那它在電腦在挑數字的時候 就會全部挑整數 好 所以如果你是0到2 那它可能挑的是0 可能挑的是1 可能挑的是2 好 那可是如果你這裡面呢 有小數 比如說2.0 那它就可能會挑0.1 1.8 2.0 之類的 它就會有小數 那這樣子就會更隨機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你可以加點 加個小數點 好 那它就不會挑 多挑整數 2.0後面不是0到去掉 沒有 這個你也可以寫1.9 好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用它產生分身 好 給我 產生分身的話呢 是這個地方 create clone 自己 所以它要產生自己的分身 所以它在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把顯示先拿掉 我產生自己的分身 產生自己的分身 然後呢 只要一產生分身 當分身產生的時候 我就會執行這邊 這邊產生的一個分身 那只要分身產生了之後 它就會開始執行這個積目 好 所以分身產生我就要往上移對不對 好 我要先顯示 然後分身就會顯示 然後往上移 移動的方式有很多對不對 有面向上 然後走幾步對不對 也可以用幾秒內滑行到哪裡對不對 然後也可以直接使用 XY座標做移動 那在這裡的case 你的球是要直接往上升 你是不管 不用去動到X座標 不用動到左右移動 所以你只有上下移動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改變它的Y座標 它就是等於向上移動 好 這樣各位了解 那移動的速度 就看你這裡的數字來決定 好 那我先用10 好 那這個是移動一次 那你可以想一下 你如果從畫面的最下面移到最上面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負180到正的180 這個範圍大概是360 對不對 360我要一次移10的話 是不是要移36次 所以我就直接給它重複36次 好 所以它一顯示之後 然後往上移動 移動到最上面之後 就要消失 就消失 那消失的話就是 刪除這個分身 好 那我們看一下 試試看 有沒有 出現就往上飄 飄到上面就消失了 就刪除了 好 有沒有看到 好 來 各位試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做視訊的部分 要把球打掉 好 所以我們先去開 偵測這邊把視訊打開 視訊要設為開 好 那我把它放在 放在那個開始的地方 好 視訊開了之後 我先調整一下鏡頭 我背後是投到那個白板 好 投到那個白板 它比較 等一下 畫面比較 畫面比較乾淨 偵測比較準 好 視訊開了之後 我們知道 我們在這個分身產生的地方 多一個偵測 多一個偵測 什麼偵測呢 如果 我們上次有講過 那個 video動作 在這個角色對不對 那這個角色 如果放在這邊的話 就是指這個分身 那動作它會產生 就是視訊 如果說視訊後面的螢幕 有偵測到東西 在這個角色生在 它會有一個變動量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讓它來判斷一下 如果這個視訊的變動量 大於80好了 你等一下自己決定多少 這跟靈敏度有關係 好 所以如果 這個視訊 在這個角色上面的視訊動作 變動量大於80 我就讓這個氣球 刪除 就直接刪除這個分身 然後同時呢 我加那個聲音 啵啵啵的聲音 所以音效這邊 音效這裡 這個就是啵啵啵 沒聽到喔 老師的聲音的線被拔掉了 好 沒關係 等一下我再加 這個就是啵啵啵的聲音 哈哈 那所以你就在程式裡面 在這個地方 再加個聲音的播放 播放聲音 啵啵啵jm 然後再刪除 然後把這個放在哪裡 放在它每走一次 每走一次就偵測一次 所以要放在這裡面 放在這個裡面 蛤 這個戳出啊 分開的話你會偵測到哪一個我不知道 等一下我再看 等一下再看 好 所以現在當我一開始按一起的時候 球一樣往上躺 然後呢 我的我用我的手出現號 好 我去摸那個氣球有沒有 那喔 它就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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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我建議你先刪除再放那個聲音 這樣才不會有那個 蕩蕩的感覺 好 所以我們在執行一次 好 欸 我的聲音很響 因為我在錄影 我在錄影,所以就把它錄完 所以你手去碰那個球,就可以把球打掉 這個就是我們視訊打氣球的遊戲 就這麼簡單 然後如果你想做一點變化的話 在氣球的外觀,它每次可用分身產生的時候 你可以去做一些顏色大小的變化 顏色特效也可以用一點變數 0到100 那每次出現的顏色就會不一樣 它有新變色在產生什麼 顏色就不一樣了 那你也可以加個分數 好,加個分數 那分數一開始當然設為零分 那你打到氣球的地方就要去加分 加分 加分 好,那這時候就可以啵啵啵就有分數了 好,那這個遊戲就可以做那個 我們手機上面不是有一個切水果的遊戲嗎 沒有 如果你玩過那個切水果,這就可以這樣做 好,來快你試試看 好嗎 好,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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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來吧